第三个是对马云前几年 大家常常开那个会 就是并校计划 您怎么看 这东西很复杂的 有利有弊 我们建了一所学校 原来这个学校里面 学生的话60个人70个人 现在1600人 把附近的学校的全都兵了 每个山头上的学校 全都没人了 可是也带来特别大的问题 第一个这些小孩都特别小 山路的话 十几里的山路走过来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就是爷爷奶奶 又在这学校附近 又要租房子 又要干什么东西 成果也特别高 外省的都来有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在这地方 我一句话两句话 也跟你说不清楚 所以这些东西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好 嗯 感谢观看